继续我们的镜头要带您到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 您可知道它其实原本是两座独立的城市 一边叫布达一边叫佩斯 中间隔着多脑河 直到19世纪的后期才合并 布达佩斯它其实也是一座温泉天堂 它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 光是在市中心就有好几座的医疗温泉 每年可以吸引上千万的游客 而其实游客喜欢来这儿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布达佩斯的消费非常便宜 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 被称为多脑河的珍珠 被一分为二的双子城 东边是靠山的布达 有壮丽的城堡 西边平坦的佩斯 由世上最雄伟的哥德士建筑 匈牙利的国会大厦 布达跟佩斯 由七座吊桥浪漫连接着 迷人的河岸景观被称为是东欧的星巴黎 全球最知名的旅游杂志康泰纳市 网络票选旅游最爱的欧洲十大城市 布达佩斯拿下第一名 欢迎您跟着预见未来城市来到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 被称为是Twin City的城市 这几年成为继布拉格之后 东欧最受欢迎的观光景点 匈牙利人口只有1000多万 每年却吸引2000多万的游客 游客为什么喜欢来这儿 多脑河畔 雄伟的建筑 还有这里的消费非常便宜 CNN旅游网站直接说了 首财奴们想省钱旅行就去布达佩斯 网站根据12项旅客最常消费的项目 列出全球12座最物超所值的城市 布达佩斯拿下第一名 为了体验这座城市的物美价廉 我们来到匈牙利第二家 获得米其林新兴的餐厅Onix 新古典柔和巴洛克的空间里 黑灰金的色调 闪烁着一盏盏华丽的水晶灯 着黑西装的waiter 优雅地穿梭在餐桌间 上菜都戴白色的手套 三个course的午餐前菜 是法式焗烤白椰菜佐压油 平淡食材意想不到的滋味 主菜是用味噌 腌了三天的香煎鱼 再搭配亚洲很少见的防蜂草蔬菜泥 甜点来上一盘在杏仁在杏桃中周旬的索备 冲击味蕾的午餐 800台币有兆 老板娘安娜说布达佩斯曾是澳雄帝国第二个首都 人们向来就懂得享受 脱离苏联贫困的共产时代 布达佩斯渐渐渐找回昔日对美味佳肴的讲究 对于观光客来说 平价的米其林更增添这座城市的美丽 人们在佛达佩斯的美丽 能够找到所有的 他们能够找到很好的餐厅 很棒的酒店 美丽的街道 美丽和历史的街道 我认为如果你想得到美丽不一样的 你可以选择最好的 来到布达佩斯不能错过泡温泉的乐趣 这里拥有丰富的地热资源 在市中心就有好几个知名的温泉池 最受欢迎的 是位于在市立公园内入场一次600台币 的赛千尼公共浴场 星巴洛克风格的建筑 大厅是富丽堂皇 购票肉内后更是比有冬天 超大露天温泉池里 老老少少游泳细水看书下棋 富含硫磺石灰矿物质的泉水 有热的也有冷的 让地处内陆无法亲近大海的匈牙利人 随时都能享受细水之乐 匈牙利人泡温泉的传统 其实是土耳其人同志期间开始的 厄图曼帝国在匈牙利全境 扩建公共澡堂也开始带领了匈牙利人走进温泉的美妙世界 有的吃有的玩历史悠久的城市最大的购物乐趣是在挖宝 我们必须要离开城市 因为我们去的地方不是在厨房 而是在厨房里面 比较在厨房里面 数千个摊位卖的东西琳琅百目 旧的油画 书包 旧的玩具 相机 像是一座博物馆一样 展示这座城市在不同时期的生活方式 给整体现在理想象 设备了很多东西 在厨房里面 发现很多典型户类头 只要是真实的 但你能找到一个东西 布达佩斯曾经经历过 土耳其 奥地利 苏联一次又一次的侵略占领 也因此留下了丰富独有的文化 也难怪很多旅客会说 布达佩斯比其布拉格更有深度 比维也纳更有趣 比得上巴黎的浪漫 但至少便宜一半 因此成为欧洲最新的热门景点